2009年2月24號 收到Tony處意外的消息 我感覺生活一切的感覺就是假的 怎麼可能就是這個人突然不在 這個人所有的未來都沒有實現的 都突然就把它短掉了,停掉了 為什麼他跟他不我 2009年8月11號回到北京 我在一個五星級酒店當行政總廚 做了幾個月很糟糕 我不適合做這個 做了幾個小的單獨的餐廳做顧問 還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標 我快30歲了 我一輩子做了一個廚師 我一直在廚房 錯過朋友的婚禮 錯過家裡人的生日 錯過所有的節日 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 別人休息的時候就是你最忙的事 別人享受生活的時候是你最辛苦的時候 所有生活能告訴我 能教我的 能給我的 能虐待我的 我都經歷過了 然後我認識到我那個朋友 張毅 當時他給我看他相機一些照片 就是他幾次行車的各個地方 雲南,西藏,青海的 這些地方我從來沒看過 我突然非常非常地害怕這個 我就發現其實撕得早還是撕得晚 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 你發現你沒有真實的生活 我突然覺得我又有一種責任 去真正的生活 不是生存 生活 體驗 探索 我們那兒有一個說法就是 誰都可以愛上 大海 高山 但是只有 靈魂很強的人 才可以愛上草原 因為什麼都沒有 開始的路就是像這麼寬 然後慢慢地就這麼寬 這麼寬 就到時候就是一小條 然後就沒了 沙就像糖粉一樣 特別軟 你漆上去的就漆不動了 我們可能是七八點就開始漆 到十點 十二點 一點 太陽越來越大 水我們基本上喝完了 三點四點五點 終於在很遠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房子 直到已經走到有人的地方 我還記得就是往天上看 天是特別藍 雲是特別白 而且是很奇怪的感覺 有些部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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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回家 幾個小時 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一個牧民 他叫阿摩 阿摩古龍 然後我覺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是傳業到什麼時候我不知道 不一定是不同的時代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從來沒想過 現在我們這麼多年 十多年的時間 變成這麼好的朋友 都是從一碗奶茶開始 就像現在每次去阿摩的家 一來的就是先倒奶茶 然後他們就會給你一些手抓肉 蘸一下那個奶茶 把它熱一下 然後就吃了 那個味道出來就是 像第一次就來他家的感覺 現在我這個菜單上出的那個 羊肉奶茶幾乎沒怎麼改它的做法 用最好的羊肉 然後配一杯奶茶 按照傳統的方法 也放手工炒米在裡面 這個就是文化 這個是傳統 而且對我來說 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 很美味的 很漂亮的 因為我對他有這種回憶在裡面 我所有的靈感來自於就是看到這些 注意到這些為你慢下來了 我覺得生活很多美好的 因為太忙了 因為太著急的太緊張了 太多壓力的 太多事情要做 你就會錯過它 後來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時候 我就看看這些羊 留下了一些羊毛了 其實他們不在的時候還在 還是影響到他們的環境 而且還留下了一些他們的那個交易 本來是認為我要尋找傳統的東西 傳統的配方 傳統的師父 但是它不是 我一直在看著自己 我感覺到生命 就像是 生命 就像是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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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成為人物 從小 我是非常非常不快樂的孩子 一年一次 兩年一次 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 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負我 偶爾是因為胖 偶爾是新來的 偶爾是因為胖 偶爾因為你的姓名是猶太人的 各種怨你 你第一個腳踩進去小園 就會開始了 然後你的心會跳得很快 開始出汗 然後就說夠了 然後我爸帶我去這個永春館 其他的學徒都是警察 海陸軍 或者是專業打拳的人 我是唯一的十幾歲的小孩子 學的過程當中 我感覺到有一種自由 或者是得到別人的認可 但是是做飯 我到餐廳的時候 我感覺到另外一個自由 我從來沒有感覺過 每次都想著到別人 一切都想著到別人 煮食沒有想著到別人 我離開內蒙其大的小溪 是第一次走到黃河的邊上 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 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 就像它的那个黄树高扑的房子 腰洞呢 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 一起弄成一个房子 就是小米磨成那个骨子粉 那个黄膜膜什么的 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 完全分不开 人就是水 水就是人 �吗 我说完 有点